这个艺术技巧 一个叫审美的意境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美丑的一个对照 这个我们曾经举过 郑爵士 郑爵士 那个王树再娶 还记得吗 那个王树啊 王树不是后来他为他那个太太把 那个 给他 不是后来把那个什么 把他给他那个太太就把寺庙 把住的宅地就变成寺庙 有没有 有没有 捐出来的 那是一个 就是说写这个王树的刚才 这第几页 135 这我们讲过 就是智人史传 王树的义士 是不是 写出一个人的一个品格出来 你看 写出两个人 两个一个袁佩夫人 一个公主 两个公主 想这个什么 做出一个对照 这里我们再看一个 130页的大同事 这则有讲过吗 应该没有 好 这则也很好玩 他说大同事 有一个 当时有一个人叫做洛子焉 我有讲过吗 这则讲过了是吧 你看这个洛子焉 那个谁 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 这里看他那个 就是一种神美的那个 洛水之神是不是 他那个爸爸不是 抱住一个死掉的小儿子吗 而且喝的那个酒就是他的什么 血红色的酒水 一片非常的凄美 凄美的一个感觉 这也是一个审美意境 我们再看另外一则 在这个209页 209页里面 各位同学来看 叫做宁玄寺 这个209页看出什么东西 可以看出那个 先看177 等一下 先看177 177呢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什么东西呢 可以看出 北朝当时 这个 北朝那个时候的一个商业 工商业的状况 工商业情形 好 你来看这边 我们看大字 就不看小字 他说法云寺呢 法云寺的哪边呢 看那个法云寺的市东 有没有看到 法云寺当中 法云寺的出去外面有四北 四北有一个上书的宅地 对不对 有没有 宁淮淮王的宅地 好 再来出西洋门外市里有一个洛阳大市 有没有 这个洛阳大市场 大市呢 周札周回巴黎 四东南有一个黄女台 台西有河阳县 台东有四中猴刚宅 四西北有土山渔池 有没有 看到吗 有没有 土山渔池 有这个饭店是这个畜牧业渔业的 还有呢 四东有通商 达货二里 你看 这个里叫什么 用商业命名 里面的人呢 里内的人接近 进阶工桥 而且土饭为生 知才万聚万 看得出来是不是洛阳城的商业非常发达 工商业很发达 你不信你再看 四南有条因 阅律二里 里面的人有诗族偶歌 天下妙计出烟 可见这里的文化 艺术生活是不是很 很 有说造语很深 很高的 很丰富的 在你再看下面 四西 洛阳四西边有一个叫 颜姑 颜姑至三二里 里面的人 这两个里当中 都什么 酿酒为业 酿酒 是不是卖酒的 所以 整个洛阳城 你可以看出洛阳法 以法云市为主 东南西北 东西南北四方 工商业的状况 你可以看出这里的 OK 这边还有 四北有一个慈效礼 跟奉中礼 这里的人都以卖官锅为业 而且是 可能是在租马车给人家 认软车为市 所以可以看出洛阳城文化 艺术 工商业 贩卖业 畜牧业 渔业是不是很发达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 当时的人的生活情形 这简直是不是一幅 一幅这个 好像那个清明上河图 后来 后来不是盖 画了一张清明上河图 老百姓的生活情形 工商业非常发达 类似一个东京梦华路 各位同学 有一本书叫做东京梦华路 注意这里有一个常识 我们有时候讲东京西京什么京 每一个朝代都不太一样 我这里讲的东京梦华路 是宋代的书 这个宋代的东京就是什么京 就是汴京 就是现在河南的开封 东京梦华路就看出 当时宋代的开封那种商业 汴京 开封府 开封的那种热闹 那就是那时候就画了一个清明上河图 这里面有没有人去过河南开封 你们大陆的同学也没去过 你们都没去过 农乡老师也没去过 你也没去过 不好意思我去过 那个东京 以前叫东京 那个宋代的工商业 宋代不止文化 文学 艺术 工商业 印刷什么都非常非常发达 而且我们看那个宋代中间还被 还断过 北宋跟南宋 但是它两宋加起来还比唐代多了一年 很有意思 宋代的文化真的是 从文学史 各方面文化史整个都不会输给唐代 唐代你一看它就是一个 好像是个青少年 一开始青少年 然后就无立无限 宋代一开始就是一个很稳健的青壮年 它就很稳健的 我去那个开封 我稍微不会画画 但是我有一个印象 我们去的地方比方说这边 这中间是 这个是宋代的金城 然后它有一条 有一条玉道一样的 玉道 然后这里就是有湖 湖 很大的湖 所以清明上河土的桥就在这边 你知道吗 这边天坡湖就在哪里 天坡湖就在宋代皇帝的宫殿旁边 也很正常 杨家将 万一有什么事 是不是打个电话 国防部就在旁边 所以天坡湖就在旁边 那这就是一个玉道 它很多重要的 其实皇帝办公就在这边 那其实这个 这是一个很大的湖 清明上河土的那个桥 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里建起来的 然后呢 它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广场 那个广场下面的地面的那些 转会写出把宋代的历史 宋代的人物啊什么都刻在那个 宋代整个开封府的一个建筑 哪里什么门怎么样 哪个门怎么样 哪个怎么怎么样 所以这个东京梦华路 其实是我们可以了解宋代的商业 宋代的文化 宋代的政治 宋代整个的一个广义的文化史 非常发达 我觉得这个洛阳前兰记 如果我们看这篇 法云寺这篇 可以让我们看出当时的一个工商业的状况 非常非常有意思 好 我们看最后一则 就是看209 各位看这个宁玄寺 宁玄寺呢 看中间有一个叫做文艺礼 有没有 文艺礼有一个敦煌人叫宋云仔 这里有一个敦煌人宋云仔 宋云跟慧生都是初始西域的 好 这段话可以让我们看出当时 当时北朝 北朝跟西域交通 交通时 你看这里神归远远十一月东 太后呢 前一个比丘叫慧生 向区域去取经 一共取了170部 都是大秤庙典 OK 北朝佛教 是不是看出北朝佛教 北朝佛教属于什么 大秤的 而且初发今时向西行多少 40天才到赤林 也就国之西江 最边边最边边的 已经是 你们有没有去过敦煌 你们这里面有没有去过敦煌 这个西林就是今天的什么 日雅拉山 在那个丹戈尔 丹戈尔这个地方 已经很西了 你们没有去过敦煌吗 这里面都没人去过 有去过 看过 我去过三次 然后呢 他说我国了西江 然后皇位官房正在于此 赤林者 赤林就是说因为草木不生 因以为名 那个山有像鸟属铜雀 而且各种异类共类 异种共类 那个鸟雄属池共为营养 你看 什么鸟跟老鼠可以配在一起 好奇怪 就所谓的鸟属铜雀 总是这些地理风貌 看看他写的 从赤林向西再走23天 就到了这个杜流沙 叫土谷魂国 陆中盛寒 多劳风雪 飞沙走立 举目皆满 你看 讲这个西翼的地理 地理风貌 OK 这个流沙 这个叫沙河 沙河 这个沙河就因为风沙流漫 所以夏天很炎热 冬天很寒苦 那个法显高深传里面 高深传的法显传里面有写 说他们在这个沙河 就是那个流沙 敦煌以西 有很多的恶鬼热风 被他吹到人都热死 没有权责 上面没有飞鸟 下也没有走手 然后怎么样有一个 以前没有指南针怎么办 就看到死人的骷髅 方向在那里 就看到那里有死人的骷髅 表示是不是有人走过 以死人的骷髅 作为一个行路的指标 好像路标一样的 也就是说那个地方的地理怎么样 非常非常险恶 那么这个宁玄寺的这段 可以看我们看出 在这个北朝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跟西域交通 可以看出西域的一些风貌 我好像还弄了一段给各位同学 212月有没有 12月初入这个乌场国 北街聪林 南年天主 天主就是什么 印度 然后土气河暖 地方树迁 明雾英妇 毗临之之神舟 圆田伏伏 等咸阳之上土 跟咸阳的土壤一样的好 然后这里一个国家 在毕罗斯尔之所 萨陀投身之地 萨陀是谁 就是佛陀出生为 不是三王子吗 有没有 出生为三王子 对不对 佛陀曾经出生为 他们三兄弟不是去玩吗 去打猎是去玩啊 然后就看到那个 有一只母老虎啊 生了一窝小老虎啊 结果那个老虎就 生了之后可能是 妈妈可能是体力透支 就没有力气来养那些小老虎 那小老虎就嗷嗷待哺的一窝小老 然后那个 眼看就母子都快要死掉了 这个老大就说 赶快回家叫父王啊 叫人来那个 老二就说赶快去干什么啊 打什么东西来给他吃啊 但一看都来不及 所以这个三王子就很聪明啊 打发两颗哥哥走着 自己就 就看那个有刺组嘛 那个组啊 很立的组啊 他就自己往那个什么 掉下去 然后是不是插上去 插上去是不是流血 那老虎就闻到血腥味 眼睛就张开来 但是没有力气爬来咬他 吃这个小太子 这个三太子就干嘛 就自己爬爬爬爬爬 爬到那个老虎旁边 请你吃我吧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听这个 这个叫本圣果子加达卡 佛陀的本身故事 披衣经里面 那个本身故事 这个敦王是不是经常画在壁画 是叫做舍身似乎 讲佛陀的本身过去式的故事 但是你要把它设身处理想 你看到老虎 你是不是已经发软了 跑都来不及 你第一个跳下去是不是还有勇气 第二个还给老虎 跑到给老虎咬 是不是要很大勇气 你做得到吗 我告诉你坦白讲 我做不到 因为我都笑 那一定很痛 所以大悲无畏 大悲无畏 他的大悲心起来的时候 有没有畏惧 说 这个跟自杀很像病 这不是自杀 这不是自杀 那是目的是为什么 还有那个动机 动机论在哪里 就好像是 有的人他为了救医 然后救一个什么 他牺牲自己的 舍身成人 杀身取义 杀身成人 舍身取义的 那说对他来讲死怕不怕 不会啊 所以 这世界有让我们更怕的东西 不只是死亡 我这里不是在歌颂死亡 不是这个 当然你可以把那个老虎都救起来 不去那个 但是他 权衡的 就像有人看人家掉到水里 也没有想到自己能不能就动 就跳下去救了 牺牲掉了 那当然 你通通都不要牺牲能够救起那个 他就想说 我牺牲我一个人 救了一窝 那些众生 他没有把他当老虎的 那当然这个难不难 难不难 很难 坦白说 我们不讲很高的那个 我个人 目前至少叫我这样跳下去给老虎吃 我不是怕死 我会怕痛 是不是很痛啊 你想他一口咔嚓给我咬下去的时候 痛不痛 所以我目前还没有那样的勇气 没有那个 还做不到 所以我常常想 将心比心这些菩萨恨 不容易 不容易实践 但没关系 我们去做我们能 我们能做的嘛 我不能那样子 我至少去什么 捐血可以吗 这个不太会痛 我也是 捐出去了 是不是 所以 所以修行有两个东西很重要 不自恼 不恼他 不使自己起苦恼 也不使别人起苦恼 所以就不勉强 所以叫喜舍 你看那个舍字上面要加一个喜 叫肃无量心 就舍得很欢喜 很欢喜先不用讲 舍得不勉强 这个同学每次带面包来给我们吃 他会不会舍得 我今天又花了好几块钱 我看到他很欢喜 当然我们也吃得很欢喜 但我们不能说我们吃得很欢喜 所以你要舍得很欢喜 不能这样要求人家 所以我们讲道德实践哪里是要求人家 道德实践是不是自我要求 自我要求 很重要 我要自己去乘慎习弦 不能叫人家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你怎么可以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我自己有自觉 可以不可以这样做 我愿意不要这样做 蛮难的 他说这个地方就是佛陀当初过去生 他们可能有输一个被舍身似乎的地方 但是那种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 我们做不到也不要去抢那个 我们至少起什么 我叫做舍 舍什么 舍财 财有外财跟内财 什么叫外财 身外之财 金钱 你的房屋 反正你身外的东西都叫外财 衣服是不是 房子是不是 车子是不是 七折尼也把它舍掉吗 不可以 你要舍你 属于你自己的 而你 七折尼是你的吗 不是 你说我生的 我生的 你只是占一半功劳而已 是不是 而你会这么大 是不是也有很多社会的一些资源 内财 什么叫内财 耳目 眼耳鼻舌生意 所以我觉得佛经有些东西我们是要用现代诠释 不是有一个善师童子吗 人家知道他什么都舍去 就跟他要他太太 坦白讲我也不太接受那样的讲法 怎么可以把太太舍出去 不过你要是不是要放在那个印度那个时空 他们那个时空里面 那这个可能传统未到的人会讲说我在讲佛经的那个 所以有些东西要用现代的观点去 去那个 不能说七折尼是我的会把他舍 这怎么行 七折尼是你的吗 不见得是你的 对不对 你自己的 OK 好 这里说 这就是那个菩萨头身的地方 他说救赎虽远 土风尤唇 国王精进 菜食常摘 可见那里的人是不是吃素的 晨夜礼佛 鼓吹 几鼓吹背 琵琶空吼 生肖背 很有意思 你看 这里是不是可以看出那里的音乐 那里的饮食 饮食文化 音乐 艺术 你看这里的记载 各位同学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 这个谁 这个洛阳前兰记 他绝对没有想到一千几百年 一千四五百年之后 我们透过他 我们透过他的文字记载 我们可以了解 在当时 在当时西域的情形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 你现在的一个不经意的文字记载 会有什么作用 会很有作用 你现在假如有一个人 来到了美国 把美国现在的一个生活文化 鬼节是怎么过的 你把它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 我说过 几百年后 是不是有人会透过 原来美国人是这样子的 美国人是这样一种 这么可爱个性的 这么童心未敏的一个民族 所以你眼睛所看 你耳目所及的东西 是不是都可以成为一种历史记录 是不是 所以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写历史 是不是在写历史 你可以有一个人 对现在的西埃大学的状况 每一间教室 每一棵树怎么样 每一个建筑怎么样 每一个园起怎么样 我把它写下来 有一天 有人要研究佛光学里面的社会教育这一套 这一环的时候 嗯 西埃大学 有人写的 这是不是就要引用你的东西 是不是 就要引用你的东西 了解了吗 所以文字工作 文字工作 重要不重要 它会超越 它会超越那个 超越 超越时空 所以有为什么很多人 为什么 为什么 司马迁 太史公 愿意接受那样残酷 那样不人道的公刑 为什么 他就是要写一本书 他就是要把历史记载下去 是不是 他就要藏住民山 穿自己人 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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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创出自己的 自己的学派出来 虽然没有学派 但是后来 中国二十五史二十四史 是不是都是依照他的体力 这样来写 几乎 所以文字 文字重要不重要 文化工作重要不重要 非常有价值 所以也就会很多人 为什么会 会愿意献身你这个文字 你就会说 贤壤大师一面去取经 一面在 后有追兵 唐代的兵 认为他是 他是偷渡去取经的 天后那么不好 可能随时都会死在流沙当中 对不对 那他一面走还一面干什么 一面写 所以现在这个叫什么文学 旅游文学 现在流行一门叫做旅游文学 游记 好我们看最后一段 初 如来佛陀在这个乌产国行化 隆亡称怒 心大风雨 佛生且礼 表礼通失 什么叫生礼 佛的生衣 佛的袈裟 佛的袈裟都湿掉了 全部都湿了 佛在石头下 东面而坐 就晒他的袈裟 年岁水久 飙饼若心 非直条奉 奉明鉴 至于序楼一章 这里有一个 所以这个国 有一个乌产国内 是不是有一个佛陀塞袈裟的一块石头 佛陀塞袈裟 来 把袈裟塞下去 那个龙王 新风作浪的龙王 佛陀袈裟都湿了 就把袈裟拖起来 就在这个石头一晒 晒完以后 袈裟的那个条 25条1 9条1 7条1 5条1 那个细纹都这样 都留在那个 看那个磕漏多深 所以各位同学 这时候可以让我们 以后我们到了乌场国 乌场国在现在不知道哪里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找一个佛陀塞袈裟的石头 乍往官之 如味 如是未测 甲令刮 刮穴 七文转面 有的人多试着就这样 嗯 这怎么有一条一条的就把它刮 拿那个刀子 要来刮那个细纹 哪里知道 越刮那个纹越怎样 越深 你看这描学的多传神 这个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些 看一些地理啊 风 地理文化历史啊 西域的风图啊 你看这篇文章 写得做 佛坐在佛坐处其他的赛衣场所 并且有一个塔记 有一个碑 盖一个塔 水旁边有一个池 龙王居之 池旁边有一个寺 有一个寺 有五十个出家人坐在那里 龙王每坐神变 国王齐寝 所以金益珍宝投入池中 国王不是要来祈求 龙王不太安分啊 就叫他不要兴奉 不要雨太多 也不要不给雨 是不是 那干嘛 奉献给龙王什么东西啊 投什么东西啊 金盈珠宝 金益珠宝 就投在池中 其后涌出令生许之 这个龙王真的护辞 听得懂吗 国王不是他们兴奉作让啊 国王说风调已顺啊 国太平啊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国王就丢黄金啊 丢那个啊 好 丢掉龙王说 好 你投下来了 OK 好 我都好像那个爬进狗 叮叮叮叮 投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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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国王走了 那个龙王就 就把他弄出来 然后给谁 给寺庙 维持寺庙的经济 你看 所以这个龙王 这个龙王是不是龙天父法 善起仁义 就另生许之 所以这个寺院的衣食啊 就带龙而祭 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寺 叫什么寺 龙王寺 乘北八十里 有一个如来的驴食之鸡 其他龙之 佛陀可能脚肌怎么样 踩过 你听 我只是取从中间一段 那个文里面还有文可以看嘛 你看这种文笔好不好 文笔没没没没 它简直真是一个游记文学啊 是不是 可是你看了以后 你没有兴起一个念头 我想去 我也很想去西医看一看啊 看上去那个龙 会不会吐出珠宝来给我 龙会不会那个 那个龙是不是都很有人性 写的真是很好玩 好 我现在 因为它有整本 我没有办法 我已经带你们读的蛮多了吧 读的蛮多的 剩下的我们也讲 是不是同学们自己回去就回去看 好不好 好 我们透过这样就会发现这个 洛阳前兰记 它本来是一个 是看到那个 看到那个什么 洛阳作为古都 在这里曾经荣繁华过 然后就像赤金讲 鼠黎之碑 一种兴亡之叹 所以他就把这个 在洛阳的一个 一个寺庙的一些大寺院 小寺庙是不是记事情 是不是 大寺有写他的建筑 所以他的 我们只是从这个 作为一个佛教很有名的一本 这个 记载这个寺庙的书 那这里面的文学性 充满了文学性 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去切入 那我最大的目的就是说 同学们经过我这样讲 有没有会有一点点喜欢自己去看这本书 如果你听的时候 听完就数字高格 就蛮可惜的 意思说你才知道 原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好东西实在太多 洛阳切然记 我猜有的人可怕连听都没听过 这本是一个什么样的书 这样我们看过这个书 你也不会觉得害怕 原来魏晋南北朝的文章 也不是很难读的 是不是 南朝的文章比较便利 你觉得北朝是比较散文 比较散文 便利 就比较是 常常是四六对 四居六计 四居六计 而且用字都非常的精神 比较是韵的 韵文的状况 我发现北朝的文章比较什么 所以便散 比较散文化 好 我们洛阳切然记 就读到这个地方 好不好 然后等到我把 我会再把一本叫做 释说心语 就像这样 我会等我把它通通把这个 跟佛教有关的 通通抓出来 再做成像这样子的给你们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本 也是很精彩的智人小说 这个释说心语 就很多人很多人研究 比较比这个水晶柱 比洛阳切然记 还让大家经常在阅读的 好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单元 就是说佛教传到魏晋南北朝 对中国的诗产生了什么影响 我希望从几个角度 能讲多少是多少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叫做山水师 山水师 好 那个 首先要跟各位讲 山水师呢 是怎么产生的 山水师怎么产生的呢 有几个原因 什么叫山水师 首先我们看什么叫山水 山水师跟佛教有什么关系 首先 什么叫山水师 我知道了 里面有山有水的师 就叫山水师吗 山水的成分够不够 好 所以我这里 我这里找了一些 第一个 人家说曹操的这片观昌海 这里面有山有水啊 是不是 然后你看这里 东陵和时已观昌海 水河湛湛水岛耸智 树木重生 白草风貌 秋风萧瑟 红波涌起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新汉灿烂 若出其里 幸胜至灾 歌以永至 好 你要看 曹操的这个观昌海 去看那个 可能不是看前塘草 总是看那个海啊 或水怎么样 水当中的岛怎么样 然后呢 岛上面呢 树木长得怎么样 草长得怎么样 然后呢 秋风萧射 秋像这样的天气 秋风一吹 是不是 波桃汹涌 然后草木枯黄 然后呢 日月在当中 太阳起来 下山 月亮爬上来 星旱 天空的星星 太好了 看到这样的美景 各位同学 我们看 曹操的这个观昌海 没有错 里面有没有山 有没有水 有没有山 有啊 有山这个字 有海这个字 有水这个字 还有日月 草木 有草 什么东西都有啊 他算不算山水石 他写这个诗 是不是针对山水的美 山水的美感 而做一种 做一种 好像涌叹啊 或是做一种赞赏 或是做一种描写 他不是啊 他是不是抒发他的感想 听懂吗 也就是说 山水其实只是 彼附在那个 他不是主角 简单讲 他是不是主角 不是主角 他只是被拿来干什么 被拿来做一个配角的 所以我们首先 很明显的 什么叫山水石 山水石也不是风景石 不是斜景石 各位如果有策略到 中国文学里面的诗经 诗经里面很多啊 他们一面在耕田 耕种的时候 就会看到 哇 道浪飘香啊 这里什么田耿怎么样啊 那是风景石 斜景的 那能不能叫山水石 不能 所以简单跟各位 因为你们不是专门研究这个的 所谓山水石就是说 山水要成为被 审美的主要对象 听懂吗 山水不是被附属的 这种事才可以叫做 嗯 才叫做山水石 就是说 简单讲 就是说山水是一个被 主要的 审美对象 而且是独立的 主体的 山水石 山水成为是审美的主体 也说它不是配角 它不是被当做配角 对吧 对吧 比方说 紫在川上 看 如意里面不是有这样吗 这里面有没有水 有没有水 有啊 紫在川上 是者如斯 儒家的山水 孔子站在一条江的上面说 啊 是者如斯 生命的流逝就像水一样 OK 孔子是在讲水吗 孔子是从水讲到什么 生命的一个 生命的不可把握 生命的大化流行 所以 主体是不是水 不是 主体是只是借水来做一个 做一个比心嘛 比心起性而已 所以 这个时候虽然有出现水 川当然是水啊 但是水 跟这个山水审美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听得懂吗 所以因此 什么叫山水师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 山水要成为 审美的主体对象 这样的诗 这首诗里面写出来的山水师 主要的一个 审美的一个对象 审美的主体对象 这个诗才能叫做什么 嗯 才能叫做山水师 了解吗 OK 为什么我会讲这个 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山水师 所以我对山水师 比较有一点涉略 有涉略 OK 好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说 这诗里面有山有水 OK 那 还有一种人 现在有一种诗好好笑 现在 在中国文学说 这个 嗯 提在画上的诗叫做提画诗 我问你们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提在画上的诗 我问你 每个问题 提在画上的诗 我问你 叫提画诗吗 没错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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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 没关系 好 现在中国文学的 有些诗的类别 有一种诗叫做什么 什么提画诗研究 有没有提画诗 有啊 苏东坡 扇子有没有提画呀 画上面有没有提诗 那 我开玩笑讲 那如果这首诗是提在墙壁 是不是叫提壁诗呢 有没有人提到厕所的 有 有人很无聊 厕所要写诗 厕所不是刻那个什么吗 那是叫提壁诗吗 提厕所诗吗 提在扇子上面叫提扇诗吗 不是 那个提画诗不是写 不是写在画上面的诗诗 对这幅画 春江水暖 压仙芝 是对这幅画的那个艺术 我做一些艺术的一个审美嘛 审美 审美分析 而不是说 而不是说 不是指他那个物质条件 写在画上面叫做提画诗 提在前辟不是叫提壁诗 提在手帕叫什么 提帕诗了吗 听懂吗 不是说 不是说我所用的那个工具 你们中国到底要叫载体 载体 你们有一些用词很有意思 现在台湾两岸其实很多话已经统一起来 统一起来 台湾人讲什么机制 什么底蕴 现在都讲氛围 都不讲气氛 但是不好意思 我是受过这个传统的一些那个 我都还是讲气氛怎么样 你们那很有意思 有些 现在台湾整个都在用 氛围怎么样 讲水平怎么样 其实应该讲水准 准来一个准则 平 这个都没关系 其实两岸早就统一了 这语言是不是统一 语言是习惯 还机制 像台湾用的最多就是机制 底蕴怎么样 我常常看出我的学生 我学生说 他写出来的人我就知道 这是参考台湾的著作 参考大陆的著作 一看就看到 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般台湾都不会这样讲 发挥一定的功能 发挥 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两岸有一些用语习惯 像这个 所以不能用这样 所以我们刚刚讲 山水诗 那当然山水诗 有些是山水池 山水画 画 山水游记 等等等等 我们叫做什么 山水文学 山水诗怎么会产生 山水诗究竟产生于什么时候 在一般来讲 现在学界我们的研究下来 是在禁宋之间 禁宋 那是哪一个人呢 是谢灵印这个人 禁宋之交 禁宋知道吗 东进 你看 你看 山水诗在哪里 在东进跟什么 宋之间 产生的 那哪一个大师呢 谢灵印 王谢家 山水诗的产生呢 跟中国一个自然很有关系 那为什么会有山水诗在那个 之前呢 你看 当时未进南北朝 我们知道 是不是玄言 玄言清玄 就是玄学 玄学很兴盛 对不对 是不是 未进玄学 所以 当时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因为怕谈政治 因为谈政治很容易惹来杀生之祸 阮疾被杀 恐龙也被杀 弥横被杀 阳修被杀 是不是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人才都被杀掉了 所以谈政治是不是很可怕 好像什么恐怖啊 白色恐怖 反正有颜色的恐怖 所以人们就谈什么东西啊 谈玄啊 当时刚好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所以儒家 已经没办法撑住那个时代的局面 所以就从 就所谓的清谈 谈什么呢 我讲过 谈老庄 谈什么 谈老庄嘛 谈老子庄子 谈什么 周易 我们称为叫什么 三玄 所以当时有些文人呢 写诗呢 就把这些玄学的东西加进去 所以产生什么诗 叫什么诗 玄演诗 是吧 那谈玄说庙 当时有所谓叫做 自然跟民教之变 民教是怎样 因为司马家 司马家他取得政权之后 他是不是要利用这些贵族世家 对不对 他们来帮他撑腰 帮他背书 然后纳入民教管理 民教就是什么 一些礼教啊 政治礼教啊 那老庄教我们要干嘛 要回归自然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当时就有所谓的几派 有一派是说自然及民教 有一派说郭相就这样讲 有一个是说 岳什么 岳民教怎么样 认自然 有没有 所以一个自然的 那什么样了解自然呢 是不是要投入山水自然 是不是 投入山水自然去提什么 自然之道啊 所以老庄 老庄叫我们要抛弃这些礼教的束缚 回归自然本性 那自然在哪里 自然太抽象 自然是一个哲学问题 自然是一个哲学的名相 哲学名相 有一种自然是我们可以马上可以看得到 什么自然 是不是山水自然 我现在我已经讲得很浅了 是回到山水自然 你看我们人头到 我们人离开自然太久了 一直回到自然之道 那是不是把这个 怎么样去自然里面啊 去提什么 提道 所以老子说地法天 天法地 天法什么东西 天法自然 以自然为老师 以自然为老师 所以从自然里面去提道 所以学研 写学研诗的人是不是会回归自然 是不是 就是因为老庄自学 玄学是不是就叫我们要怎么 要走向什么 是啦 因为他们认为很多的这些礼教是不是束缚我们啊 不能那样不能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特别是司马家明明明明明明明没道德还假道德 定很多的礼教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很虚伪嘛 所以这些这些人是不是要放放浪行海 有些有些就做得太太过头了 流灵啊 竹林七贤里面有一个流灵啊 你看他回到自然 叫自然面目 我们通通不要假光 回到自然的 你们看那个四座心仪里面写他的 流灵 竹林七贤之一看 注意听他们这七贤在哪里啊 他叫什么七贤 好咯 他们叫什么七贤 竹林耶 他绝对不会是纽约摩天楼七贤 他住在哪里啊 竹林 竹林是不是自然里面 这个竹林呢 他们就觉得说都不要这些礼教束缚 要自然 所以他有一天他没穿衣服 所以其实裸奔哪里是西方的产物啊 中国在一千五六百年前就有了 天体也一样的 那个竹林呢什么都没穿 然后呢朋友跑到他家说 你是不是怎么这么没规矩啊 怎么跟没穿 他说谁说我没穿衣服 我以天地为我的裤子 你怎么跑到我裤子里面来了呢 他就这样子 你说他是荒诞吗 有啊 四处星人讲荒诞篇 荒诞的 他们就是这样 这琉琳就很爱喝酒啊 很爱喝酒 很爱喝酒 喝到这样子 喝得醉醺醺的 他才来就很生气 你再喝酒我就跟你离婚了 好好好 他倒蛮怕老婆的 不要离婚 为了表明 表明我借酒的决心 我要既告天地 表明我从此不喝酒了 不再续酒了 但是等下跟天地告白啊 用美酒来干什么 祭天神 告诉天地上天 好OK 太太说好 你不能再好 但是我要用什么 美酒来祭天 好给他买什么XO 威士忌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结果呢 琉璃骗了酒 又大赢 从当他来 太太又骗到了酒 太太气得要死 这就是琉璃 那你说他那个吗 竹林七贤之音 文章写得好啊 所以像类似这个 所以当时这个自然 不仅仅是一个 不仅仅是一个 我们讲的一个自然山水 它还是一个哲学名词 哲学的理念 有一派就说 越名教认自然 超越名教 就是超越名教 随任自然 随任自然 所以老子的理想人格是什么 老子说 老子的理想人格是回归到 老子的理想人格是回归到 婴儿 婴儿自然不自然 婴儿自然不自然 裤子吵了就这样 啊就哭了 肚子饿了就啊就哭了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 我们越老越大 我们越大越老 我们不顺意的 我们会哭吗 我们会不会今天上课 啊我也哭了 会这样吗 我们是不是都忍下来 是不是 那小孩子 阿姨就问那个小女孩说 妈妈煮的菜比较好吃 还是阿姨煮的比较好吃 我妈妈煮的比较好吃 是不是直接回答 我们都不会 不会不会不会 你煮的很好吃很好吃 明明是难吃死的 你是不是还假装说 不错不错 所以我们慢慢是不是很多的假面 很多的面具 是不是假面越来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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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不过呢 我们不能直跟文之间 直跟文所以叫文直彬彬 直胜于文则也 文胜于直则始 所以孔子说我们要什么 文直彬彬要忠道 所以慢慢我们受的教育 是不是让我们一个直跟文 所以这里面稍微拿捏不好的时候 所以我们说一个人要文直彬彬 你那个本直 就是说你那个本来面目 你的原来就是怎样 一点都没有受过教育 没教养的 是不是很粗鲁 很粗野的 我就是这样 否则是要安装 所以要不要受教育 要好教养 但是有时候一个人太虚伪的 太那个什么 太太多的这些礼教的什么 是不是变成很假 像死官一样的 很假的 所以要中道就是文直彬彬 好 当时就有很多这样的宣言诗 所以宣言诗是不是会跟自然产生关系 还有当时人就是追求神仙之术 庄子里面是不是有一些 像那个逍遥有庙 孤夜之神山 里面有神人 圣人 什么动如脱兔 静如处子 什么磕的是这个云气等等 所以有没有一个神仙 中国古来就有这种神仙之术 所以要去游仙 各位同学 游仙到哪里去游仙 跑到摩天大楼去找仙人 游仙是不是一定要走入深山 仙都住在哪里 昆仑山吗 武当山 是不是这些五月 所以是不是也是走入山水 是不是 所以游仙诗是不是跟山水 也会产生关系 OK 这是一种 第三种叫隐一诗 这里我要跟各位讲很有意思 中国的二十五诗 除了几部诗之外 四五部之外 每一个诗 证诗里面都有这个隐诗传 都会隐诗列传 有时叫做义诗 有时叫做高诗 有时叫做楚诗 有时叫做什么隐诗 不管怎样都是隐居的人 隐诗文化 隐医文化在中国其来有志 你看中国的证诗里面 不法这些义诗楚诗 隐诗高诗 中国自来是不是 儒家就给我们两个叫做邦有道的时候 就出来奸善天下 邦无道的时候就应该退淫 干什么 独善其身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 你还记得孔子周渝列国 不是被那个 被两三个隐居的老头子笑吗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啊 这个时候本来就应该凤凰跟麒麟都要躲起来的时代啊 是一个乱世啊 你怎么还在那边乱跑呢 是不是 所以就有一些隐诗啊 你要常常看到长居节逆啊 文语里面有没有很多隐诗 所以儒家呀 替中国的文人定立了一个 一个人生的两个方向 邦有道的时候出来干什么 干嘛 是 邦无道的时候干什么 是不是硬啊 邦有道的时候要出来 做官 邦无道的时候要干什么 处于三爷 所以取宗庙 处庙堂 所以我们讲一句话叫做 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中顶 这叫什么 所以是不是中顶三宁 中是这个中吗 好像是这个打中的中 是不是叫中顶三宁各有天性 所以中国古代的文人 古代的文人其实都是为了什么 读书 十年寒窗都是为了干什么 为了干什么 出来做官 一展报复嘛 不行的说要干什么 独善其身 所以处 因此隐氏自来都被什么 被很多人赞叹 而且被列传 你去隐居不是坏事情 东汉有一个帝王叫做汉光吾 汉光吾说取驱当取英立华 做官要做什么 金令武 然后朋友要叫严子林 严林 严林他后来做了皇帝之后 那个严林他叫严林出来做官 严林就不要做官 所以严林就移居在七里赖 苏隆坡写过这个词 严林 所以严林就隐居在七里赖这个地方 汉光吾一天到晚都请他出来做官 那个严林一直都不出来做官 一直隐居在那边钓鱼 钓鱼为生 钓鱼 然后呢 然后他越隐居名气越响 汉光吾越去邀请他 名气也越响 两个君臣都得到好名声 严子林一生都没有出来 为朝廷做过一天的事情 但是弥满天下 受到天下人的尊敬 所以是不是让很多人很羡慕这个隐居的人 看想当初周文王 周文王去找的人 那个人是在哪里 江太公是不是也在那边隐居钓鱼 看看当初刘备去找的龙中队 诸葛亮是不是也在那边隐居 卧湖 卧龙岗 所以中国古来对这个隐氏是不是都有一种敬佩 博宜淑琪 桑山四号 是不是都是隐居的人 那个刘邦 刘邦的晚年 刘邦很喜欢那个刘邦的晚年 生了一个他一个儿子叫赵王如意 欺夫人 欺夫人 他就很想把太子给废了 然后就立这个赵王如意 但是赵王如意跟太子两兄弟好得不得了 当然母亲都是各位自己的孩子在争嘛 吕后吕智是何等人也不得了的一个女人 他可以寄杀韩信 所以 所以 所以呢 这个 李后就知道说糟糕完蛋了 他的儿子不保了 这个儿子倒很好 太子再无所谓要不要做太子 他说他愿意让赵王去做 他们两兄弟倒是很好 但是母后不行 这个吕智就想怎么办 就去找谁 找张良 找张良啊 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完美的政治家是谁 张良 张良做得多彻底 刘邦做了皇帝以后他赶快持官 什么都不做 营居起来 什么都不出来 范黎呢 勾借范黎呢 还去做生意 然后做陶租工 还用一些钱来救济那个 还有一点名声 你看张良完全都不能 这些帝王 讲一讲中国这个帝王学 很复杂 当你跟他一从出生入死打拼的时候 是功臣 你为他打下江山 但是皇帝一战那个的 你就不能用功臣自居 你要变成奴才 奴才 前几天 一个人借了我一本书 害死我了 一个晚上就把他看完 两个小时把他看完 那里面有一篇文章就写的 功臣于奴才 写得真好 就是类似像这样 所以这个 他去找张良 因为张良是一个 张良还是用道家的 有一点那个 然后张良就告诉他一个方法 你去请商山四号出来 叫太子 请商山四号出来辅佐太子 把太子的优点 太子的美处 告诉这个商山四号 只要商山四号 住在商山 四个老人家 白法 白法斑白的是秦朝的 秦的前臣就叫一臣 会写吧 商人的商 四号 有四个名字 四个人 这是四个人 四个大臣 是秦的 先秦 秦朝的秦的人 因为刘邦称帝了 他们不愿意 等于说我是秦朝遗臣 我不愿意投降 所以我们就引居去了 他说呢 商山四号呢 当初刘邦做王的时候 做皇帝的时候 请商山四号出来帮帮他 安邦治国 来做他的国策顾问 这商山四号都拒绝 如果商山四号呢 听到太子的好处啊 太子的好 答应出来辅佐太子 刘邦就会想 我都请不动的人 这四个人愿意出来辅佐太子 是不是得天下之名望啊 张良这个计策好 就去把这四个隐居的人 这四个隐居就 愿意为太子背书 好 我们出来辅佐太子 刘邦知道 商山四号愿意出来 后来为太子太子辅佐的时候 他就告诉这个什么 欺负人说 你死了这条心吧 这个如意啊 是不可能当太子了 听懂吗 就这样子 所以商山四号是谁 是个隐居的人喔 所以可见当时中国历史上传统 是不是对隐居的人都很赞 是不是OK 然后后来我们就知道这个刘邦就赶快把这个赵 把这个如意峰在赵 而且千叮零万嘱咐 不管今晨发生什么事情 你绝对不可以离开赵国 不可以离开你这个赵城 活着就没命 他后来 所以这个女后很厉害啊 就把她的母亲像那个猪 把她的四肢啊 都那个舌头眼睛也弄耳朵割掉什么 就把她浸底蓝 那个猪笼啊 人质啊 好像人猪一样的 很可怕 中国历史上的这种 那种宫廷里面的那个 有时候很血腥 非常血腥 我们不讲那些宫廷史 我们讲的是这个 所以意思说中国历史上 古来对这个隐居的人 是不是都很那个 还有的人是以隐居为坐官的捷径 所以隐居在哪里 中南山 隐居在中南山 所以叫做中南捷径 我们说一个中南捷径吗 李白要坐官之前 是不是隐居在中南山啊 好 谢安 谢安四十几岁的时候 他还没出来为东晋做宰相以前 也隐居在东山 所以叫做东山之治嘛 各位我们一个隐居文化可以写一大篇 写一本书的 这些零零种种 还有的人 有的人 隐居隐在哪里啊 隐在朝中 因为隐居要在哪里 隐居我请问各位同学 隐居隐在哪里 隐在纽约 纽约百老会吗 大银 大银隐于士 小银隐于什么 手 所以就有这样的画出来了 隐居要隐在哪里啊 是不是隐在山水 是不是山水很优美的地方 才能隐居嘛 对不对 有的人 自己不能去隐居 羡慕能隐居的人 就喊出一个话 因为去隐居 隐居的地方一定是 一定是山林嘛 山林是不是交通不方便 有没有电视可以看 有没有报纸 有没有百货公司 有没有什么东西 当然不方便的地方啊 是不是生活比较不方便 经济条件都比较差 所以有些想做官的人 又很羡慕那些隐居的人 就喊出一个说 哈 我们在做官也是隐居啊 所以大银隐于什么 隐于士啊 你们这些小银是隐在哪里 零首就是三年 所以叫什么隐啊 隐于朝廷叫什么隐 朝隐 不是朝 不是早上才隐居 晚上就不隐居嘛 朝隐居于什么 座官也是 座官也是 也是隐居啊 所以我是 所以我是 心隐怎样 心隐居啊 生怎么样啊 生不隐居 总之隐逸隐居 是不是隐在山林才是正常的 所以隐在山林 还是势必会跟山水是不是有那个 所以有很多的隐居师 是不是对很多的山水会描写 这也是 也会有一些山水成分 好吗 山水成分 最后一个叫游艳屎 好 那个山水我马上下课 这个山水我要千里迢迢跑出去爬山玩水 爬到阿里山爬到玉山爬到喜马拉雅山累不累啊 累不累 干脆把山水弄到哪里 弄到哪里 弄到家里来 所以夹山夹水 所以叫什么 庄严 庄严 所以 公体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的山水出来啊 太湖石把它搬来 何必跑到太湖去看石头呢 所以就有什么庄严 庄严 庄严 好 所以就有什么诗呢 嗯 皇帝带着臣子或是诸侯贵族 就在我们自己家里的 还有也许画山 这片山水很漂亮 画地为王 这片都我的 以前就好像早期开发 美国西部的时候 是不是 谁先到携身站 这块地是不是 这几个我要 所以 当时 西近灭亡 东近很多王谢这些贵族来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画地啊 这块地我要 所以就把最美的浙东 浙江东边 富春江啊 有没有 最漂亮的这个地方 哇 史宁啊 浙江 永迦啊 像永迦温州永迦这个地方啊 江南风景最漂亮啊 就这样画起来 这就是现成的山水就在我家了 怎么样 所以是什么事 然后大家就在游乐啊 所以是蓝亭集叙啊 王羲之 当时集合了四十几位 志同道府人叫蓝亭这个地方 嗯 流伤富痴啊 有没有 里面那些 游乐师 里面有没有山水 有山水 所以这里 山水师还没有兴起以前 宣言师 游仙师 饮逸师 游乐师 有没有山水成分 有没有 有 但是 但是我们说 他能不能叫山水 里面有山水 但我们说真正的山水师要知道 是山水作为审美的 OK 那有一个大师级的人出现 那个人叫什么 谢灵云 谢灵云 为什么谢灵云会写出山水师 我们休息一下 好不好 还有跟他同期的 比他早一点点的前辈 一个叫陶渊明 他写出什么诗 田园诗 你说老师那为什么 为什么陶渊明不能写山水 陶渊明也写 能写山水啊 但是 他没有写山水师的本钱 什么原因 经济原因 好 休息一下